当然大运河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喜怒哀乐寄托的 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一条河了 很多的举止通过大运河进京赶考 去追寻一份美好的希望寄托 也是他们的希望寄托之河 那么如果回过头来看说 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 经济之河 文化之河 民族融合之河的话 那么它对中国历史确实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像梁启超所言的那样 在大运河修建之前的千亿年 中国经常地发生四分五六的情况 可是大运河修建之后 中国就很少发生分裂了 分裂的时间不过百余年 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存在 就在于大运河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 让中国保持了经济的繁荣 和文化的昌盛 当然不可否认的 在近代大运河衰落了 大运河衰落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自然的原因 第二个是技术的原因 自然的原因是在于 1855年 铜瓦乡绝口 咸丰五年 铜瓦乡绝口之后 黄河改道 大运河受到了一个淤塞 而当时的清政府正在和太平均国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 没有财力维护苏军大运河 所以大运河就淹没下去了 另外一条 是近代时期 西方新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铁路和轮船 传入之后 就改变了 以前只能依靠传统的水道运输的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大运河衰落下来 大运河衰落之后 大运河沿线的城市 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们国家非常重视 对于大运河的一个维护和治理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大运河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重新再利用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南水北调的工程 很大一段是借用了运河的河道 而今天的苏北运河弹 仍然是一次非常繁忙的黄金水道 每年通过苏北运河 北运南运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我们今天是有统计数据的 苏北运河弹 每年的吞吐量是三亿吨 相当于三条金户铁路的一个运量 那么2014年 大运河加入了这个 被陆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 大运河被纳入到 这个国家文化公园 到2022年 国家通过南水北调的工程 向大运河灌水 尤其是在山东济林这一段 大运河又重新地 恢复了全线通水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历史性的时刻 所以它在今天 也变成了一个历史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